8万多血的霸王龙一秒清平 开局三匹即可吃鸡 一分钟阿北带你学会 龟克流劈尘龙 正龙组成这样的 主C则利 主坦主美 搭配魏 艾克 螃蟹 以及其他的枪手棋子 组成四枪手 四祖安 三匹成两斗士 八轮口正龙成型 塞纳没来之前先用小炮 如果缺破甲 或者四祖安的装备不好 可以把螃蟹换冰女 开弗莱尔卓德 9级不大头 再把多的劈身一子 未换成五飞的赛恩 大头的炮台补功能性 重伤破甲等 点睛和泽利是冲突的 所以最好未要买 装备方面 主C泽利 杨刀比北 后续装备推荐 红buff 轻语 无尽 巨杀等 选两件 如果同行多打内战 可以把其中一件 换成科技枪来保命 负C 螃蟹 银血 探坦 血手 正义等战士装备 主坦 主美 带满三件 常规漏装就行 后期装备优先给大头找杨刀 赛恩找冰甲 英雄之力推荐包比 包比是有非常大的概率 拿到两个加血海克斯的 对于极限连败 非常有优势 反场赛季嘛 那当然是极限追伴网龙了 推荐新版强化符文 有这些 站位上是这样的 主C泽利站在角落里面 旁边放杰斯提供攻速加成 遇到潜行者的时候 记得要拿泽利躲一下 可以往前站一个 也可以换另一边去 朱妹和泽利站同侧 方便一直触发 朱妹的技能被动 后期有赛恩推荐站中间 四个技能范围 更容易冲刺到后排 以上是我们王者团队 提前在媒体服组 排测试的结果 更新了反场赛季的 很多新历节 想看真实测试 更加靠谱的阵笼推荐 不要忘记关注阿贝尔 那么这么强势的阵笼 到底要怎么玩 才能稳定的吃到满分呢 开具有三皮城或者多攻速 打开一图流 先想好要硬碗一把 有三皮是最好的了 可以通过两个远程卡 一个近战的方式 保证自己输掉 没有三皮的话 就要看选秀 能不能拿到杰斯或者艾克 除非你是包比的英雄之地 并且开局拿到了回血的艾克斯 不然最晚等到二阶段选秀回来 没有三皮就可以跑去玩其他阵笼了 正常有三皮的情况下 就是一直连败到 还剩20到30血左右的时候 直接拉7或者拉8启动 至于拉7还是拉8 是看你自己的经济的 原则上是 拉完能口以后 手里有40块钱地牌 大地至少找到一张泽力 一张猪魅和大部分低费卡两星 把能够消耗的装备全部合成掉 赢一场收菜 还能紧分海克斯机械暴龙的大招 上8启动的优势是 更容易递出两星泽力 观察一下外面 如果同行比较多的局 你也可以少吃一波利息 提前启动 防止找不到牌 正常情况 你只要完成了收菜 霸王龙的层数不低 你基本就能缩血了 接下来就是上8上9 两星泽力 两星猪魅 8能口基础阵龙的前提下 上9优先挂体系内的陈卡 特别是大头啊 你们看我这个收完菜的霸王龙阵龙 强度是不是非常的爆炸 好的学会了吗 S9反场阵龙 又娱乐又能吃鸡 不要忘记关注阿伯